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男人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跟GG有關的無用Q&A 首先第一個要回答的問題就是 男人如果沒有搞完還可以硬起來嗎 大家都知道蒟若我一向最有實驗精神了 任何實驗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會試著去做 所以把兩顆搞完都拿掉這種事情呢 三個字辦不到 搞完最主要的功能是負責製造精子 還有分泌雄性激素 跟輸送血液毫無關係 所以並不影響勃起 但是缺少雄性激素會讓你的性慾降低 沒有搞完的你也會有心理障礙 所以理論上你還是可以硬 只是沒那麼容易 第二個萬物之靈的人類 GG到底算大還是小 我們人類的平均長度約為15公分 是所有靈長類裡最長的 比你看過的大猩猩啊 肺肺猴子都還要長 而且是唯一一個GG裡面沒有骨頭的 但是15公分在生物界裡面 真的只能算是小咖 因為豬的平均長度有38公分 對我們比豬還不如 犀牛則有60公分 長頸路更是長達120公分 但是那都算弱的 因為呢鯨魚的GG才是世界上最大的 平均長度達到300公分 直徑30公分 大概就是10顆籃球連在一起這種感覺 第三個男人到底有沒有辦法幫自己口交 答案就是還真的有可能 不過全世界只有四百分之一的男人 能夠被訓練出這項特異功能 而且絕大部分都是軟骨功表演者或是黑人 所以還是醒醒別做白日夢了 第四個男人一輩子會射精幾次 假設一個男人可以活到80歲 那他一輩子大約會射精一萬次左右 不過比較驚人的是 當中大約有7000次 都是發生在35歲以前 所以男人70才開始 這句話很明顯的是騙人的 第五個女人真的很careGG的長度嗎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 有高達85%的女人都滿意自己另外一半的大小 但是只有55%的男人滿意自己的大小 所以各位男生朋友們有點自信好嗎 長度不是重點 因為女人在乎的是粗度還有硬度 第六個精液射速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其實真的沒有很快 平均時速只有45公里而已 不過想像一下一台時速45公里的車 離你身體不到20公分 你閃得掉嗎 閃不掉對吧 對所以女人也閃不掉 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史上設最遠的紀錄 是由德國的Horseshorts所創造的 總共設了5.48公尺圓 差不多就是一台三噸半貨車的距離 所以跟他黑熟的女生大概都不會懷孕 因為精液都直接從女生的頭頂跑出來 第七個常作愛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根據醫學報導 每週最早作愛一次 可降低30%的罹患心臟病的機率 50%的重工機率 還有40%的糖尿病機率 還可以增加80%因為精神不計 導致上班不認真而被老闆開除的機率 第八個雞雞在什麼時候會停止發育 很不幸的告訴大家 如果你已經達到台灣的法定成年年齡 也就是20歲 請你低一下頭好好看仔細 因為到你死之前 你的小兄弟就是這個size了 他不會再長了 請節哀順便 最後一個 男人到底有多不喜歡戴套 根據英國的一項研究 全世界只有5%的男人是心甘情願戴套的 剩下的95%呢 有一半是因為怕讓女生懷孕才戴套的 另外一半是因為女生怕自己懷孕 要求男人一定要戴 那不然就不給做 所以 你們現在知道為什麼少子話那麼嚴重了吧 趕快結婚生小孩為國家盡一點力吧 這次的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肉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肉聊感情 我們下次... 見